我後面的三級歷史建築 前粉嶺裁判法院 上年活化成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 最近學院旁邊的一棟全新營舍已經準備好了 裏面的房間是怎樣? 大家看看 新營舍樓高兩層 一共85個宿位 套房可容納2至12人不等 每間房間都有24小時冷氣 Wi-Fi 儲物櫃 獨立洗手間和浴室 設施都很新鮮和企利 價錢方面 公眾每晚500元起 指定日期前預訂還有半價優惠 四人房的數量最多 原價每晚800元 半價優惠之後 除開每人都只是100元一晚 都頗值得玩的 部分二人房就有兩張單人床 這裡望出去就是草地 景觀都不錯 入住形勢的收費不包早餐 不過可以去學院裡面的添飲咖啡館 很多人都來享受美麗的早餐 不過記得要先預約 新鮮產地直送的水果 做特飲和沙冰都很棒 輕食都有不同的選擇 另外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都很值得參觀的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都很值得參觀的 參加道賞團 游覽有殖民地色彩的二號法庭 前繳廢柱 前裁判官辦公室走廊 無故法院和新界的變遷 去親宿營都會有活動畫 這裡也不例外 每個星期都會有額外收費的主題活動 而今次我就來學畫和諧粉彩畫 和做筆織布DIY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